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李克强与习近平一个南下一个北上真的是南辕北辙完全不顾团结的形象了 他们考察的重点也不同 真是表履如一 然而他们都能够找到解救中国目前困境的良方吗 李克强到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 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谈救经济 瞻仰邓小平同向 意味着要贯彻邓小平路线 然而历史证明 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正如我在静着用鲜血和谎言写下的百年中共党史所说的 根本就是他设计的一个骗局 包括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 这个骗局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宣告破产 在以1992年的春节南巡来挽救继续行骗 西方国家也继续受骗 采取姑息政策 才使中共做大 现在觉醒已经比较迟了 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外资 包括港资 台资 后来还有中国的民企 然而现在外资已经逐渐撤离 还有多少外资再来救共产党的命 国进民退的结果 导致经济活力丧失 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 不论他讲什么好话 都没有人敢相信了 何况是李克强讲的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结果是让红二代太自当先富起来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之方 在上海成立四方地产 凭借邓小平全是在虹桥取得廉价土地发展物业 主要向台商等外商销售 然后与首都钢铁公司 党委书记周冠武儿子周北方到香港找李嘉诚 与长江实业集团合组首长四方在香港上市捞钱 李嘉诚岂敢不从 邓小平小女儿邓龙毛毛 则自己在深圳开一家地产公司 然后亲自来香港向香港富豪推销 香港富豪旗感不满 在这以前的1986年底 邓龙大小姐在香港开画展 两位富豪抢购她的作品 一服六十万港元 一服五十万 这两位富豪记得一位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义夫 一位是九龙舱集团 传王包玉刚 在这以前 邓龙的画作挂在中环中国国货公司墙上伴售的 一服三到四千港元 从此 邓龙就成为中国的一流画家 长寿港媒的采访大谈 她如何爱国地进行艺术创作 中共的大小官员及其家属也有样学样 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李克强要走这条路子吗 香港已经被你们剥夺得差不多了 哪里还有昔日东方蜘蛛的风采 香港是中国窗口 香港的失落 中国其他经济大省可能例外吗 习近平到辽宁的重点项目 是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 这符合他的穷兵独舞的战狼性格 也以此向北戴河会议中 对他开炮的政敌示威 因为那里最近北京 如果要向台湾示威 应该到福建前线 拜祭古宁头战役的亡魂 不过我也怀疑 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否有卧底 因为前几天我刚在脸书贴出雪白血红一书 这书写了许多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东北野战军的许多阴暗面 此书1991年在香港出版 引发一些老革命不满 但是当时主持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与总政治部主任杨白斌两位堂兄弟 对作者张正龙网开一面没有严惩 张正龙后来写一部歌功颂德的作品来挽回音响 所以我对杨家将相对开明的态度 是肯定态度 六四前后杨尚昆斗站在同情赵紫阳立场 因此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与邓小平联手清除了杨家将在军中的势力 张正龙对东北的解放战争 进行大量的野外调查 揭露了包括长春包围战的惨状与中共的没有人性 对王正部队在南尼湾生产鸦片 也带到东北参与辽审战役也有叙述 难怪老革命要跳脚了 这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在黑山祖祭站中立下 赫赫战功的始终二十八师 是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 著名的359旅的老底子主力南下了 未到东北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这样评数二十八师 其东北各部队中历史基础最老的部队之一 其中有不少为土地革命 即抗日战争时期之骨干成分 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为关内参军之老干部 部队作风甚批他 缺乏朝气 保守性大 进步慢 战争作风被动 战斗力未能充分发挥 其部队历史因列入东北各部队中之主力时 但战斗力还不如一般老部队 即赶不上进步较快执行部队 老人们说 辽沈战以前 二十八师在黑土地上基本没打过什么好仗 有老人说 这个旅来东北时就挺富 黑烟土白银子或挺多 有的老人说 他们到东北挺能搞东西 发了财 家务多 包袱中 有的老人说 每次转移 他们大车小辆 满满灯灯 像个自重队 有的老人说 四平保卫战期间 林峰让这个旅撤出没合口 后勤不长不干 说是要请示履礼 林峰说 是东北局领导你们 还是你们领导东北局 打仗不积极 就能搞东西 东北丢了 你们的东西能保住 林彪和刘亚楼都讲过 打不好仗 就降级 当独立师 当一些新部队不断升级到主力纵队时 359旅降为独立师 张正龙访问的老人 许多是当年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 包括辽沈战役 已经退伍离休的老人 保留了部分真实的中共军事 这些老人敢说这些 是因为毛泽东死后 19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活跃时期 后来就日益封闭而闭嘴了 由于国军比共军更加腐败 加上东北野战军从苏联红军手里 接受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装备 加上东北的富饶物产 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 辽沈战役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平津战役 与淮海战役须崩会战 歼灭了国军主力 终于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但是美军绝对不是当年的国民党军队 而现在的共军比当年共军更加腐败 辛辛苦苦花钱买来的官职 怎会舍得因为与美国打仗而把老命送掉 十几年前一个团长职务要30万人民币 现在有没有涨价呢 所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电话讨论中就表示 不会与美国开战 就怕美国误判而擦枪走虎 显露其一贯怕死的人格 然而他又推出胡锡进大吹奇牛 冒充男儿来互弄他的小粉红 真是无耻的战狼与直老虎的两面兽 目前中国存在的许多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等问题 以及一连串的天灾人祸 并非是走习近平路线 或者走邓小平路线的问题 而是一党专政产生的问题 如果不改革这个制度 无论李克强或者习近平都无法挽救中国 中国将日益衰败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